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內容 與本台立場無關 可惜我們不是水瓶座 今天的主題是阿寶提供的 為何你今天會 恭喜私勇 我也想問 為何你今天會想說這個題目呢 其實真的是恭喜私勇 因為本身之前有看過我們節目 之前有開過的星盤 我就處理了 當然也有太陽上升 又合作為一個人的性格 但每個人都總是有缺點 即使是甚麼星座也好 說少少是甚麼 對 無論如何都會說少少 人雖然不可能是完美 但你也想盡量改善自己的缺點 有些缺點 我也明知是缺點 會不會有太陽、月亮、上升 會不會有太陽、月亮、上升 那麼多不同的方法 去合合成為一個更完整的性格 有沒有辦法 如果有些缺點你真的覺得不好 會不會有一個方法可以修正 而不是用一個沒有那麼強迫性 即是可能會利用其他星座 你本身已有的特質 去修正一些你覺得不好的性格 其實你這個想法是很好的 應該這樣說 十二個星座 各有它的優劣之處 其實我都說了很多次 就是 人們經常說 哪個最恐怖 哪個最自私鬼 或者哪個最賤精 但其實我們放大了那一方面 他們另外有優點 當然我們都是唱衰的比較多 大家喜歡聽些衰的 但唱衰的原因 並不是去蛙眾取寵 而是有些好的事情 你自己本身就知道 那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 因為是正面 你不需要再在這方面 下什麼功夫 但為什麼我們覺得 這三十八元那麼划算呢? 哈哈哈哈 是的 但是真的是划算 是的 就是我們要知道的 不是純粹燒一下 或者怎樣 就是希望知道自己 或者對方 一些星座上的特質 或者本質 當然要看那個組合 然後就是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知道人們首先很重要 可以挽救你們的工作關係 情感關係 子女關係 跟任何人的關係 跟狗的關係 是真的 我們有一集是說 寵物是寵物 真的可以挽救 因為我自小就對星座 真的很著迷 是的 也真的是 知道某些人 譬如我知道你 處女座 原來你是 零食細心 反過來的就是 吹無求疵的話 那我不會覺得太難受 你明白嗎? 就是 問題不是他想特地 對我 不是說 對我的人 而是他本身 對自己也是這麼執著 那我會對所有人 看的東西 我那些有色眼鏡 就變成沒有色 你會多了一個 痛理心 是的 當然 有些人 自己很知道自己的星座 但是有時候 知道自己的星座 也都是 Focus在我自己的好東西 對 覺得自己是這樣的 對 壞東西的那些明明給你看著 看星座書 對 你都 ignore 就是你批評 我們今天 對 就要直接面對 不能被你 ignore 不能逃避 我們想說的就是 十二星座的黑暗面 哈哈 沒錯 首先要直觀面對自己的黑暗面 對 我們要大家去面對自己 不是說 喂 我是這個星座 我是這樣的 那不是沒有意思的 我想 我們每一個人 希望我們在社會友好 人生 是想改善的 不是說我是千賤 我是喜歡報仇 你吹 這個態度 是不值得鼓勵 沒錯 今天 我們是不是很正經 哈哈 就是希望大家 說一說十二星座的黑暗面 嗯 然後就是看看大家 怎樣可以轉化去 沒錯 當然 亦都少不免的 就是我們 塔羅的 環節 我也很期待 但是塔羅環節 這個 又是阿寶 你今天 是想重點的 又是恭喜思雄的 一樣東西 對 都跟性格有關的 跟我們今天的主題 也有少許關係 嗯 是的 這個就是 現在先說一點點 是的 就是 就是有一個 就是有些人在關係上的問題 就是 那個故事 那個背景就是 就是 之前有一個人 我也不可以定義為是朋友 同事 還是怎樣 就是曾經認識過 合作過的人 是的 那個人 最近就再度相遇 嗯 但是因為之前 就比他善過一件 哎呀 其實也不只是一件 不是一件大件事 但是只不過是 你之前的某些事件 你看清楚 哦 是綠茶來的 大家應該知道 綠茶表是什麼 如果不知道的話 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 但是綠茶表 是他自己扮東西 其實 也不一定會傷害人 其實應該這麼說 應該是不會的 他未必是特別去傷害你 嗯 但是剛巧那件事 當時 他自己扮東西 是利用了我去抬高他自己 應該這麼說 是啊 那我就變了我受傷了 咦? 真的嗎? 是啊 嚴重嗎? 其實是嚴重 是個案子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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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幾個連續的個案子 所以我會覺得很不開心 會啊 因為他不是一次 他是那段時間 因為那段時間 有一個需要長期的相處 哦 連續 小案子小案子 那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這個人 一開始 如果是一次 你會覺得 這麼巧而已 也不是故意的 那當這件事 可能四、五次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個是綠茶表 你會這樣想 對吧 這樣啊 就會有防範 會啊 會啊 你不會想和這個人更接近 其實這樣聽我也不想 是啊 但是最近 又再相遇 因為 說明是綠茶表 他又不是拿著槍罵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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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又 唉 有一點防範 因為表面上 沒有什麼 對你很好 對其他人 沒有什麼 之前也是 但是 之前就是 表面也有 他有利用過我 去抬高自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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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很怕這件事 也不想再發生 對 會不會再禮 就很保持他們 但我又很怕 會不會是自己 其實是小器 人家根本沒有這個意思 你自己承認 可能當初也不是那個意思 可能你的性格是這樣 那四五次都是這樣 哈哈哈哈 但是最近是沒有的 最近是沒有的 暫時都沒有 但是你已經對這個人有這個防範 那要什麼了 要抽牌 是啊 但是你又很怕 是不是你自己誤會人 還是怎樣 會有會有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 這個頭羅牌幫到你了 對 就抽這個 就抽這個 這個也是 老實說 不要說你 我想在人生上 大家都會遇到一些人 會像阿寶的這個情況 就是 究竟這個人 看上去 就是 一半半 感覺 又不是太好 但你又承認 你真的有真實個案 是 有些人就是不是的 他純粹不知為什麼 覺得這個人 對他可能有些 不太好的 就是純粹第一印象 是的 會不會是會善他 或者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因為通常大家有這個考慮 就是 如果你說你不需要再合作 不用再見他 其實就算了 比開他就算了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在職場上 或者有時候你讀書也好 或者上班也好 有時候你會經常遇上那個人 是 因為如果你認住 你又不知道 一的就是 你對著他 你自己不開心 是 二 就是 不開心之餘 你很怕有一天 不知道他會不會做些什麼小動作 是啊 是啊 這個 都 辛苦 辛苦 現在我就是 是 一來又怪自己 怪自己 好像在猜渡人 那樣 但二來又害怕 是啊 三來又覺得 要面對他很痛苦 嗯 三的就是 倘若 如果真的自己想錯 嗯 又或者 沒有的 有時候我們都會被人有更新的 哈哈 是的 的情況 有些人可能真的 會變的 改變的 可能變好了 變壞了 也會 是啊 那我們可能就會 損失了一段的關係 是啊 是啊 我不需要跟他做Best Friend 至少 就是可能 其實人家是OK的 現在 或者當初可能 他是有這樣做的 但是可能他又有一些 的苦衷 或者那個時機想 我們都還要給少少機會 人家的改過自身 所以這個要透過塔林 快點給少少指引 是啊 那我覺得改過這件事 也是今天的 這個 今天的 topic 的重點 沒錯 就是如果大家都知道 你們自己的黑暗面 我們不可以只是這樣 我們看看我們有什麼好處 我們先處理一下 然後我們再開牌 好嗎 哈哈 哈哈 OK 好 我經常說我爆咪 要小心留意一下 什麼笑的時候 但我笑的次數 我的頻率 比常人多了3.5倍 好事 好事 OK 我自己問回來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黑暗面 當然有 一定有的 不可能沒有 但我都算是幾直白去面 直率面對自己的後面 我覺得 你都沒有說到什麼 我可以承認出來 哈哈 哈哈 你還沒問到 我讓你問 那你有什麼黑暗面 然後我就說 你覺得你的黑暗面是什麼 我覺得我的黑暗面是 我應該是 某程度上 有時候 我都覺得自己比較自私 嗯 是的 很多時候 我都 在一般的情況下 我都是想自己 嗯 然後才去想其他人 嗯 當然最好 你盡量做到 兩邊都顧及到 嗯 但很多時候 我會覺得 因為那件事 我覺得要自己舒服 我才能去到 嗯 那件事 是的 不是要傷害人 那意思不是要去傷害人 嗯 而是有很多事情 我覺得 如果 我也無法支持自己 的話 那我做來做什麼呢 嗯 所以 我都會很 我會很直白 或者很直率 讓別人知道我這個想法 嗯 是的 但是 如果兩方面 可以從事做到 對你也好 對我也好 嗯 是的 還有 所以如果我對你好好 或者是 真的 很無私 就證明我真的很愛你 都真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完全是 啊 其實呢 阿寶呢 剛才說的 都挺典型的處女座 嗯 老實說 嗯 其實就不算 處女座呢 不算有太多黑暗面 是的 但是呢 你真的說得對 處女座呢 就不是說很大愛的 那些 真的不算 那些 那些人來的 是的 因為處女座呢 其實我不會用自私去形容處女座的 是的 只不過處女座的話 她很關心自己 是啊 是啊 我會很顧及自己內在的情感 需要那些 會的 會的會的 因為十二星座呢 就是 都 頭幾位的了 就是處女座去滋養自己 那如果不是老實說 如果你說處女座 她不關心自己的話 她不會說那些人說她潔癖 對吧 嗯 但是如果她在健康上 也會很疏離自己 對於養生 所有事情 就是不會說 你不會看到一個 會放棄自己的處女座 是的 有的 那些要重點處理 是的 那些是另一回事 所以你說 我又覺得這個黑暗面 不是去傷害人的 那我又覺得是OK的 但是那個問題呢 我覺得比較黑暗的那個 就是處女座長期去挑剔人 嗯 都不黑暗的了 這個就明白了 所以我沒有過錯 我覺得不黑暗的 對於身邊的人就很黑暗了 哈哈 但我不是暗地裡去挑剔 是啊 我們說的黑暗都包了 就是 表面上 是的 都表表的 對於身邊的人 我也很想說 就是 對著你們 我們很辛苦 你明白嗎 就是你 你無時無刻 都不停地去批判 譬如我們做一些事情 或者做一些事情 或者說一些事情 或者什麼 你不會一下子 這樣 對過來 我不是說你 因為阿寶 他的上升是天平 所以我很少這樣做 所以其實他沒有 他沒有這一部分 是的 應該是處女處女的 所以為什麼那些朋友 會說 我覺得你不像 其實很多人都說 我不像處女作 是的 因為天平 那個很主宰你的 跟別人交際 可能 後來才發現 是的 所以經常說 什麼完美主義者 其實我覺得自己 不是完美主義者 但是對某些事情 會有執著 執著 所謂完美主義者 其實就是對某些事情 很執著 而處女作對比較多事情 咦?為什麼不繼續說下去 因為這就是我們節目的精華片段 如果想收到完整的節目內容 就可以上 anmanpoon.com 或者bigbigair.com 參與我們的月費計劃 只要38元 就可以一次過看完 這麼多集的精彩內容 如果想看哪集買哪集的話 也可以download我們 我們bigbigair的apps 用coin購買就可以了 希望下次可以在付費時段見到你